今天的热搜第一是张婷和林卫阳夫妇的公司因涉嫌传销被查 凌晨,消息还未广泛扩散时,张婷的官方微博就赶紧发布了回应 称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合法经营的公司,坚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 不过这个回应就颇值得玩味了,网上传出的消息是涉嫌传销,压根也没提纳税的事 回应为啥还特意提嘴纳税呢? 原因可能是达尔威贸易营业额和利润都非常巨大,去年是清普区第一,就连快递三通也称呼其后 这条消息发酵于一个名为李旭返传防骗团队微信公众号发文 文章说已经接到石家庄市玉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称 根据多起群众举报核查 2021年6月5日,该局对上海达尔威涉嫌传销立案调查,并逐集向上级报备 因上海达尔威利用金融机构转移或引逆涉传销资金 该局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称,此次被冻结的金额高达6亿元 TST这不是第一次被指涉嫌传销 澎湃新闻评论员思远曾发表文章称 TST采取多层分级销售的模式 其销售团队分为7个级别 依据级别高低,可获得15%到32%的销售提成 级别越高,提成越高 而这显然与传销有着十分相似的关系 张庭近年来露脸频率很高 在数档大热综艺节目中都有张庭的踪迹 人们津津乐道张庭是不老女神 以及她和陶红的神仙友情等话题 但其实张庭的身份早已不是演员,而是企业家 2013年,上海达尔威成立 仅仅5年后的2018年就纳税超过12亿元 而达尔威的渠道就是微商和电商 其主打产品是日化用品品牌TST 挺秘密的化妆品、护肤品等 发家之后,林卫阳还用17亿元在上海购楼作为总部 大楼左边是腾讯,右边是芒果TV 这个TST挺秘密的化妆品牌子不算太知名 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但它的销售额丝毫不输给一些国际大牌 这是因为微商的特殊性 说白了就是利用层层扩大的社交圈来进行销售 举个例子啊 一个正常人也许一年买了一瓶某知名品牌化妆品 但如果加入了微商体系 可能一个人一年连用代买就买了100瓶 层层加码,层层不同点位的提成 这就是TST的销售秘密 2018年,TST的冠军销售商一家就有6000万销售额 但TST的化妆品究竟质量如何呢? 网上有许多关于消费者使用了TST后 启斗甚至烂脸的投诉 根据消费者报道 达尔威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43款产品 共有30款产品标记着未备案 未备案的30款产品中有13款在正常售卖中 另外还有31款产品标记着责令改正 TST的另一大销售利器就是有一大帮明星为他宣传 陶红自己就是上海达尔威的股东 林志玲做过TST胶原蛋白饮料的代言人 范冰冰、赵薇、曹格、张新宇、刘涛、明道等明星 也都曾贴出自己使用TST产品的照片 明星鼎立支持外加卫商层层加码层层提成的体系 构筑了张婷的发财之路 这到底是不是黄粱一梦呢